大家好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帽子 就會知道今次就是做馬德蓮蛋糕 先將牛油放入微波爐上丁蓉 把兩隻蛋放入大盤 牛油已經融化了 可以放冷一會兒 首先把這兩隻蛋發出 加入砂糖 轉小一點的發蛋器 會發得好些 加入蜜糖 蜘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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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 檸檬皮 牛油溶液沒有太熱的時候才可以倒進去 大概維持40度左右 慢慢倒進去 倒入檸檬汁 所有濕性材料就混合好了 然後把麵粉放進篩子裡 再倒入粉末 放入篩子裡 攪拌至完全沒有粉粒 這樣就完成了麵糊 然後用保鮮紙包著 放入冰箱冷藏一天 大概18至24小時才可以拿出來再烤 用密實盒便方便 蓋住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放入冰箱冷藏 預熱烤爐230度 然後把牛油溶液塗在模具上 麵糊冷藏一晚之後 它都會很稠的 好像一個啫喱一樣 最好一個小時前拿出來回溫 回溫了一個小時後 它就會液體化一點 可以用匙巾攪拌一下 其實都會看到是很稠的 很稠的 很稠的 用這個直膠刮刀刮平一點 刮得不平是不要緊的 因為它在焗爐的高溫下 都會溶解而變平了 大概留下一點的邊便可以了 不要滿到連這條邊也看不到 這樣就可以放進焗爐裡焗了 然後焗5分鐘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開爐 把模具調轉 然後再調 150度 焗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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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焗10分鐘 这次焗的马德连蛋糕比一般的颜色较深色 因为每一部炉的温度都会有些不同 如果你们家的焗炉比较易热和平均 就可以在温度或时间上调调 例如我开始焗230度 可以调调到200度或220度 至于我开始焗5至6分钟 可以调调到3分钟 蛋糕就不会那么深色 而之后的150度的10分钟 可以在那里加时间 如果你开始焗3分钟的话 之后的150度就会加2分钟 如此类推 如果之前焗多焗少 至于我今次也做了巧克力的口味 巧克力加这个开心果 也可以让蛋糕的味道更加丰富 本身马德连蛋糕 其实是结合饼干和蛋糕的混合体 它旁边位就像饼干的松脆 它里面就像蛋糕软身的质地 所以它也非常可厚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Aless Lab 还有按下销铃银 下次见 拜拜